电视及升级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TV News正典播报 我是胡平 今天是2019年的3月28日星期四 农历2月22 好 首先来看一下新西兰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奥克兰今日震雨 气温18度到22度 首都惠林顿的今天晴 气温偏低 14度到18度 旅游城市皇后镇的今日晴 气温偏低 8度到19度 南岛城市淡尼丁呢 今天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气温是10度到16度 好 首先来看一条本地新闻 众所周知呢 新西兰总理杰森塔尔登的男友 克拉克是一档钓鱼节目的主持人 他主持的Fish of the Day 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三季 那么在美国的休斯敦举行的全球最大的电影节上 Fish of the Day 获得了2016年度最佳的生活纪录片奖 并且被国家地理频道选中 目前在35个国家和地区放映 所以说呢 很可能新西兰的第一男友的粉丝 已经遍布了全球 那么克拉克和新西兰总理杰森塔尔登第一个孩子 出生在去年的6月份 这位蒙遍全球的新西兰第一宝宝 现在已经还不到一岁 那么他的爸爸已经去迫不及待地 表态希望尽快地把宝宝 带入到钓鱼的行业 本周呢 这位总理男友的节目第三季将开播 他已经面临着第四季开播的设置压力 在谈到拍摄的准备工作时 他说 显然在他们宝宝出生的头几个月里 我哪儿也去不了 然后呢 我不得不和孩子的奶奶商量 请求帮忙 好让我腾出时间工作 再来看新闻 英国白金汉宫今天发表声明 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将于下个月代表英国女王 访问基督城 向在315基督城恐袭中遇难的 50位穆斯林平民致哀 据信呢 总理扎桑塔尔顿早些时候呢 已经提出了请求 英国王室欣然接受 根据声明呢 威廉王子将在访问期间 会见遇难舍的家属 看望伤者 并向新西兰在恐袭案后 展示的团结 包容和和谐之以敬意 阿顿表示呢 威廉王子对基督城非常的熟悉 在大地震之后呢 也同多次来访 他对王子能够亲自到基督城来 表示非常高的敬意 阿顿表示呢 王子的来访呢 也是新西兰向全世界传递的又一个信息 新西兰全国人民都站在 遭遇恐怖袭击 传痛打击的 穆斯林社区背后 站在基督城的背后 那么本周五呢 将会在 举行在基督城这个恐怖袭击案 全国哀悼的仪式 让马再把视野转到中国 皇后乐队的传记片 《波西米亚狂想曲》 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 和这个观众影评人的诟病 那么指出呢 其弱化 弗雷迪莫库里与男性的关系 但是该拼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 提到这位歌手的性取向的部分 则被完全地删除了 那么影片的情节上呢 这些漏洞呢 令年轻的一代的 电影爱好者们纷纷不平 他们大多数呢 都比这个国家的审查者还要进步 那么上周末呢 在中国上映的删减版 仅比原版呢 短了三分钟左右 但是他省略的弗雷迪告诉未婚妻 她是同性恋的一场关键戏 以及呢 她的爱人 吉姆·赫顿出场的戏份 那么乐队呢 成员 身着女装的快乐场景呢 也被中国供应的版本当中被剪掉了 那么这些变动呢 没有能够逃过中国观众的眼睛 很多人在电影院观看的时候呢 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么在该片的问及 中国这个供应波西米亚狂想曲中 同性恋的内容为何被删除时 影片的制作方 20世纪福克斯的发言人 在邮件当中表示 公司不予置评 最后呢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在本周一的白宫的亲属报告当中表示 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 正在访美的以色列总理 内坦尼亚胡表示 代表该国民众感谢特朗普 又称呢 对方是以色列历来 最好的朋友 不过土耳其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的 联盟军予以批评 特朗普此举呢 是在违反国际法 土耳其外长批评 美国无视国际法 相关的决定 无法使以色列的吞并变得合法 也无法反映美国当局呢 使中东问题延续 而非协助舒缓紧张的局势 叙利亚外长 莫阿里木则表示呢 特朗普签署公告呢 是对叙利亚主权的公然攻击 终会导致美国被国际社会攻击 阿拉伯联盟同样谴责特朗普的决定 强调了此举 不会改变哥兰高地的国际地位 好 最后呢 欢迎电视集升级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关注我们 中华电视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新西兰936全资讯 最新的本地新闻一手消息尽在掌握 好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我们下一时段见